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大家,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嗡嗡跟著小蜜蜂去旅行 不過要先跟大家講 就是這個議程 在網站上面的 跟實際上的內容 可能會有一點點的差別 就是可能沒有 我要講的東西可能沒有你們想像中的 還要黑 就是這其實是一個比較 我們會多一點比較健康的部分 那我就要做 想指我現在是 就讀台大資管系二年級 同時擔任台大開原社的副社長 我自己的興趣是 Web跟security有關的東西 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是 最近幾年 行動通訊的APP 有很多樣的服務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 會用到你的location 在用Facebook 或者是一些行動通訊軟體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想說 你自己的資料 或者是其他用戶的資料 到底是不是被安全保存在server上面 還是說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有可能會讓你有隱私洩漏的部分 故事是這樣子的 大概一兩年前吧 強者我朋友發現了某一個 很知名的行動通訊APP 它儲存其他用戶的 位置的方法其實是有問題的 雖然你可以看到誰 幾點在哪裡 距離你多遠 但是你手機裡面其實不只存著 它距離你多遠這個資料 它存的是那個人實際上的座標 那這件事情其實很可怕的 我們實際上把手機裡面的 那個segalite資料庫挖出來之後 可以看到有兩個很重要的表 那這很明顯的 其實你有觸及到的那些用戶 他的資料 比如說他的生日 他的ID 他的照片 名字 跟他去過哪裡 其實是存在他附近 有用這個APP的人的手機裡面的 那我想做什麼事情呢 其實你把那個資料櫃出來 雖然好像覺得很可怕 但是 如果把它攤在地圖上 會不會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景象 或者是我們對那個資料做一些簡單的統計 在一開始的測試當中 我把那個挖出來的資料表 匯出成csb檔案 然後再用一個叫做pop-up-parse的library 把它放到地圖上面去 最後效果大概長這樣 因為剛剛的那個實驗效果還不錯 所以我想說 那我這次就收集多一點資料好了 我在去年10月的時候 我請了兩個同學幫我忙 所以我就請他們每隔四個小時 就每天可能什麼 十二點啊 四點啊 八點啊 就這樣 然後每隔四個小時 用一次那個APP 然後把他們收集到的資料傳給我 那在收集的同時 因為那個APP它只會顯示 你附近的人的那些資料 所以我們配合了一個 在Android上面可以模擬使用者位置的一個APP 所以它其實可以在全台灣各地這樣跑來跑去 就騙那個APP說 我們去了某個地方 去了某個地方 然後再把那些資料全部都匯整起來 經過了一個月的那個收集資料之後 我們得到了19萬筆的用戶資料 那總共有150萬筆的那個用戶的座標資料 那這個量其實還蠻大的 就是比我本身本來想像的還要多啦 我們可以簡單的看一下那個介面長什麼樣子 那這個是 欸這在哪裡啊 大安森林公園 那應該是台大附近好了 那我們如果點其中一個的那個icon 它應該會冒出一個bubble 那上面會有那個人的資料 欸對 可能那個點有點多 所以 那 那個資料其實有點多 所以我覺得這對瀏覽器負擔還蠻大的 不過 這樣還蠻有趣的 那 再來就是一個題外話 就是我們收集到那麼多資料 其中有一欄是性別 我們做了一個簡單的統計 那個app官方聲稱他們使用者的性別比是4比6 但其實不是這個樣子是8比2 就是有高達8成都是男性的使用者 然後高達只有兩成是女性的使用者 就是跟他們講的數據好像有一個蠻大的差距 嗯 因為這一次收集到比較多的資料 所以我想說 該怎麼樣比較有效率的 呈現我們想要看到的一些現象呢 那 與其用 一開始的那個csb檔案 就是 其實那個一次能夠呈現的比數不多 然後 要去parse那個資料的時候 其實瀏覽器的負擔是很重的 所以 我們改用 MySQL資料庫儲存那些資料表 然後 再 用一個網頁表單的方式 可以過濾出 某一些特定你想看的東西 而且是用json的格式 那對瀏覽器其實是處理上比較快 那就來看一下 第二版 在第二版當中呢 你可以選擇 某一個區域附近的 嗯 大家有沒有比較想看哪裡呢 台中火車站好了 有人說台中火車站 周圍 兩公里 然後讀取 三千筆 有點慢 有點多 那 如果順利的話 我們等一下應該會看到 台中火車站附近的那些使用者的資料 嗯 我們可以等他一下 那 除了做這件事情之外 你們可能有注意到 有一個欄位叫做UID 那 因為每一個人可能會出現很多次 所以 我們 如果輸入 在剛剛那個表單那邊 你輸入某一個人的ID 你就可以找到那個人 他總共出現去 出現過哪些地方 那 這件事情其實還蠻可怕的 欸 他跑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台中火車站 然後 底下有那個 last updated的時間 就是那個人出現在什麼時候 好 我自己有過濾一下 比較常出現的那幾個人 我們可以看一下他們平常會去哪裡 像 好 這個人呢 我們可以發現 他平常會主要聚集在兩個地方 一個是西門町 一個是林森北路附近 所以我們可能猜 可能某一個是他們家 然後另外一個是他什麼工作的地方 之類的 之類的 看一下那個時間好了 像這個什麼 晚上十點啦 什麼 早上六點啦 然後這個 兩點還在外面 之類的 不過這個時間其實蠻不穩定 所以我們其實 有一些人的資料其實還蠻穩定 比如說他早上會去某一個縣市上班 然後晚上就會回到家 這很明顯 但是這個人的時間就比較 比較難說他到底是 其實是在哪裡 再找一個人好了 剛剛那個是男生 現在找一個女生 他好像去比較多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比如說他在10月26號的時候 去過台北適安附近 然後其他時間都是在 比較東邊的地方之類的 那關於這個呈現資料的那個平台 我對他未來有什麼期許呢 我希望能夠做到 有更多的過濾方式 因為其實 在那150萬筆資料當中 我們能夠看到的 就是每一次能夠看到的 其實是很少部分的 所以如果多一點過濾的條件 就能夠讓我們觀察到 這整組資料的更多面向 那或是 其實還有一點我覺得 還可以再努力的 就是自動化的採集資料 因為像我剛剛展示的那些東西 是我在去年10月的時候 找我兩個同學幫我收集的 那其實不可能每個月都這樣做 所以我猜如果用一個Android VM 或是什麼按鍵金魚之類的東西 讓這件事情變得自動化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更長期的觀察 或者是拿這些資料去做別的事情 那這個project有放在GitHub上面 然後網路上有一個試玩版的網頁 就是我剛剛示範給大家看的那個東西 其實是可以自己回家玩玩看的 在這個網頁上面 那我今天分享就到這裡